我是甜心 昨天呢我们带各位看到了这倚天屠龙记当中 各位演员的只有五打戏部分 可以看得出啊 这演员拍打戏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其实除了打戏部分呢 让演员们大伤脑筋呢 还有感情戏的部分 因为它需要演员们流露出更加细腻的情感 尤其是在这个充满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世界里 那好 今天甜心带各位呢 继续探班我们的倚天屠龙记 英雄有泪儿女情长 这是武侠传奇中长胜不衰的景点桥段 而张乌记徘徊在四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也让这个江湖在刀光剑影间 透着别样的爱恨情仇 因为种种原因吧 可能张乌记最后选择了赵敏 他等于赵敏在婚礼上抢了 等于说是他恨赵敏 是因为赵敏让人把灭绝尸态关在万安寺里 如果不关在万安寺就不会有师父的死 这是其一他恨赵敏 其二就是赵敏想了他最心爱的男人 出于女人对一个师父的一种情感 和对男人的一种爱 他都不能容忍 没有办法容忍这个女人 所以他对赵敏一定是恨 然后对张乌记就是爱 对师父就是有一种母女情在 但是却又 敬畏 对 但是又没有办法放下对张乌记的爱 所以造成了他非常复杂的最后的一个性格 小赵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间谍 然后他喜欢上张乌记以后 他真的就心里一心一意只有张乌记 因为他的身世就没有办法跟张乌记在一起 那他为了张乌记也是放弃了这一辈子爱人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他的牺牲是非常大 所以演那段戏的时候很艰苦 学别是两三号 写在三月终于的路上 如海暖暖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 我基本上都是那种 因为小赵的哭戏都是在忍 他不像其他的哭戏就是 哭得越大越好 他不行 他不行 他一直就是忍 忍 然后每次下来戏以后 我就开始靠着我助理的肩膀狂哭 我为什么为什么呀 因为就不就是 之前忍得很难过 所以我就知道原来拍哭戏最难过的 不是说你哭的眼睛有多肿啊怎样 是你忍得有多难受 那我这个戏实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为爱情去勇敢付出的 这么一个女孩 对于无忌哥哥是 所有女主角里面 我们是我们俩的感情是最单纯 最纯净 对对兄妹情 然后包括我后来有跟六侠在一起 但是对于无忌哥哥 我一直都非常尊重 而且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的依赖他 因为是他把我救活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戏的处理的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清澈 在这部戏当中 赵无忌和这么多女生 都有感情纠葛 说句实话 在戏里面他到底最宠哪一位 对哪个位是最照顾 你应该去问他吧 这个我不知道 超哥呀 他对哪个女孩子都挺好 其实小焦跟他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对周芷若很迷 因为我跟无忌哥哥对戏的时候 都是我们两个人的戏 对那他没得宠就只能救我 对那我估计有的宠的话我就不知道 然后他有点像唐僧 就是有一点 有的时候很拿捏不定你知道 举膝不定很摇摆真的 那在这部戏里头呢 他对周芷若的这个呢照顾呢 会比较多吗 比起其他人 什么戏里你说对演员吗 对呀 绯闻就是这样来的 他对女生永远是不近不远 然后他平时很关心你 但是他会跟你保持 就是不会特别的那个 其实邓超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真的他很很会 很知道带动演员的表 就是感情 带动其他演员的感情 你会觉得他像哥哥 但是又很敬重他 我觉得他这个处理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跟你演员之间的关系 他看着我有一点不对劲 然后默默的一个人 有一点 有一点那种感情 然后超哥就会过来 诶你在干嘛 什么的 要不要吃东西啊 就马上就帮我跳出来你知道 对就觉得很专业 很值得学习 里里外外都是戏 乐藩天武艺山报道 感谢观看